字幕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帮我把房间放在房间前面档出来的 现在房号出来了吗 现在还没出来 那行吧你先帮我房号保出来 然后我们的房间有一个家床 然后三个大床 然后剩下一个标间对吧 对吧 那你先帮我整理房间 我三年半左右会告诉你吧 谢谢 谢谢 然后还没出来 哈喽来来 现在呢我们要去讲风了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出了这一段路出去 全部都是摇山的这个景区 旁边好多夜总会 所以现在开了很多的农庄 有些城市人很奇怪 以前都没有人到乡下来吃饭 有没有 现在城市都吃腻了 都家就堆有车子 开了车子 跑到乡下这边来吃 觉得说吃土鸡啊 土鸭啊 土鱼啊 土菜啊 什么南瓜花啊 南瓜苗啊 地瓜苗啊 这些人都喂猪的呢 现在都喂人 贵呢 真的年代不一样 然后你们看这边夜总会 你看这个山 卖到山上去了 这座山属于我们村的 那我们村里面大家要来怎样 来卖这个地 然后钱大家分 这边是我们村的 我们村上来卖 是这样 也许政府有一天要怎么样 开发它 要规划它的时候 你就要怎样 给它 就是牵走 对 所以呢 在大陆现在这个墓地 这个东西啊 非常贵 你看这多少啊 每年清明节的时候 这条路上 所有的脚踏车可以进来 私家车 旅游车都不能进 只给什么车进 政府的巴士 清明节的那前三天后四天 只能巴士可以进来 不然这里很难管理 人太多 你自己看一看 多少 还有等一下我们车子 前方左右两边 全部马夜总会 非常非常之多 所以的话呢 来注意看一下 左右两边 以前没有这个围墙的 现在都有围墙了 有没有看到 你看这多少夜总会 所以啊大陆现在啊 死人跟活人抢地方啊 我们现在还不是买棺材呢 是买那个小小的 就买一个这么小小的地 放进去 外面刻一个杯这样子 价位都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中国人的传统 还是入土为安 当然现在有很多那种大城市 有一些思想比较心静的 死一死 扫到海里面去的 有树葬的 有怎样的 这些都有 那是比较思想 比较前卫 比较这个 这个这个超前的 是这样啊 好你们在台湾 每一年 清明节要拜祖先吗 要啊 要 我们大陆也要去拜 你们台湾去拜 可能就放一些 水果贡品鲜花 拜一拜磕磕头这样啊 我们大陆是怎样 可讲究了 可讲究面子 要来这边拜的时候 要拜什么 鞭炮 一道 放鞭炮 为什么 告诉你们家仙人 我们来了 然后呢 开始放完鞭炮以后 摆鲜花 贡果 水果吃的食品 酒 然后呢 烧东西 烧什么 烧房子 烧车子 烧一切的生活用品 什么都烧 如果下面的仙人是女生 烧个男人给他用 下面的是女生烧个 这个这个 下面的是男生 烧个女人给他用 烧信用卡 烧美金 什么都烧 早在几年前 有一个先生 跑到藏医师去买东西 买了一堆好料的结账以后 藏医师的老板就说 先生先生 你买这么多好料的给你们家仙人 而且你露了一样东西没有买呢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 你怎么不帮你们家仙人买一个 现在市场最流行的苹果电话呢 哎呦 老板 你不知道啦 我们仙人下去了都四五十年了 他不知道苹果电话 怎么使用 哎呦 你out了啦 你知道吗 发明苹果电话的乔布师 也不知道 自己看见 再次 感谢观看